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主席請部長 請張部長 紀委員好 這個天下第一大部 工作項目太多 剛剛陳委員講說要質詢 12分鐘是不夠 不好意思來講一些重點 我請教您您認為 內政部現在比較 當然你的業務很多 你認為最迫切需要 而且呢一些重點 你覺得哪三點最重要 而且最迫切 向委員報告 社政非常重要迫切 社會福利 警政治安非常重要迫切 國土規劃跟人民的住宅 也非常的迫切 社會福利其中一環 不完全一樣 我自己已經把它歸類成 有六個重點 還包括民政 民主人權跟憲政制度的推動 這也很重要 災防非常重要 很多 所以我今天只想問你三個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所謂 社會福利之下 前陣子你們在推動的 所謂的生育力的問題 我先跟你講 我大概問這三個部分 這個國務民生主義裡面 有講到庚子有其田 三民主義裡面有沒有住者有其物 忘了 鄉委員報告 我現在三民主義已經忘了 差不多了 所以有沒有講到住者有其物 其實我剛剛叫助理也幫我查很久 好像沒有住者有其物 奇怪 明明有聽過住者有其物 怎麼三民主義查不到 他想一想 原來是吳敦利院長講的 他說 不能讓住者有其物 他覺得虧欠 他有講過這句話前幾天講 那其實他雖然好像只是短短一句話 可是其實他到處的現在 政府的處境 跟現在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內政部啊 重要的一個工作之所在 馬總統前陣子也簽署了一份叫做 這個社會經濟文化 權力的國際公約 這裡面啊都強調啊 住宅啊 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這我們高昌入雲啊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相當相當嚴重 每天在講 可是啊 我們還是不願其為人要講 因為這個問題 越來越嚴重 我看到很多的那些報紙廣告啊 都是在賣一些豪宅什麼的 現在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看你曉不曉得 我們立法院的助理 每個委員可以請幾個助理 你曉得嗎 我以前的印象是八位 不曉得 現在十四位 以前八位現在十四位 你知道我們 這個立法院給我們的 吸水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個月 就是請助理的啦 這個我就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立委的這個薪水啊 六七十萬七八十萬其實不是 四十萬當然還有一部分的加班費 我是講說薪水 薪水四十萬 加班不算了 薪水四十萬 如果每個 如果說按照立法院規定 請助十四位助理的話 平均一個不到三萬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我們裡面助理 夫妻都在我們的辦公室 然後他領的薪水也就是平均三萬 六萬塊錢啊 我請教你在台北 租房子 然後你生活 買房子你想要買到哪裡去啊 以你的看法 像委員報告 如果像通常 假設兩個助理是夫妻喔 假設 我知道 因為我有很多學生也在立法院當助理 我大概知道這個年紀層喔 如果說夫妻兩個人都工作 就像委員剛剛講的 假如說他是六萬出頭 對 那麼在台北居住 其實很普遍嘛 他在台北居住 他要馬上去買房子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 台北你講的是台北 那新北呢 新北市呢 新北市如果遠一點的話是可能 但是如果是像板橋新莊中和永和 恐怕也是 到汐止安坑都沒辦法 汐止要一千多萬啊 對不對 我們不是房地產專家也知道 他大概問一下知道啊 然後 現在想一想就是說 我們的薪資結構是如此啊 這個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嘛 對不對 房價是如此啊 也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 可是啊 我們內政部其實肩負一個很大很大的責任 想辦法就像我們 那個吳院長所說的 要如何讓我們的民眾住者有欺負 你能不能用很短的時間 把你的想法 而且希望在很短時間 除了我們總統所說的 要興建所謂的社會住宅之外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 而且快速的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有沒有 向委員報告 以大台北地區的情況來講 我們不可能 讓每一位住在這個區人 都有他自己名下的房屋 這個哪怕是我在年輕的時候 剛回國我也做不到 大台北市是 台北市 台北市 對 那但是如果說 讓大家都還租得起房子 有一個地方可以安居 這個是可能的 所以這就是內政部除了 像社會住宅 昨天總統有做一個宣示之外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都在推動 就整合住宅補貼方案 就基本上透過 不管你是要去購買房屋 兩百萬經費裡面的兩年免息 或者是每個月補助你 兩年免息 現在我一聽 很多人投氣館講不出來 那只是後面這個兩百萬的免息 問題是投氣館 可能也是一兩百萬啊 對 我們剛剛並不否認說 那個房屋的價錢 是會遠比兩百萬高 對 但其中的頭兩百萬呢 他的前兩年的利息 由政府來補貼 但是還是杯水測薪呢 呃 向委員報告 這確實我們國家財政 目前只能夠做到這個地步 那我們現在希望社會住宅的推出能夠 又有助於這個問題的減化 但是這樣還是沒有辦法實現社會爭議啊 社會住宅只是租給弱勢族群對不對 弱勢族群 如果說弱勢族群上面那一點點 那問你啊 像那個我剛剛講的立法院這些助理 算不算弱勢族群啊 呃 大部分可能不算 不算的話 那他們買也買不起 那也不能租 社會住宅你叫他們怎麼辦呢 呃 這個就是用我們的那個 整合住宅的補貼方案 可能那個資格可能就符合了 其實喔 部長為什麼問你這個問題 是 這個問題老生常談啊 是 但是坦白講好像 永遠存在啊 可是去 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會實現 社會正義一個很重要一環啊 是 如果沒有房子可以住 其他其實都是白坦的 嗯 那今天如果說你像一些 啊 薪水收入比較高一點的 那當然可能他經過長時間努力 或是他早一點買 或是因為長輩的支持幫忙 啊有這個機會 或是有些人就是運氣比較好 這個瓜中樂透或什麼之類的 除了這個之外啊 你看 包括現在很多人都不敢生兒子啊 不是生房子 生兒子啊 生兒子你看 所以我的建立應該 雖然有人在批評說 賴院長他不應該 他 司法院長怎麼談到這點 你們應該去請教他一下嘛 對啊 他這個過來人啊 他心態上 他為什麼從 不想生孩子 然後忍不出想生 然後後來他怎麼克服困難 有些時候請他來獻證說法 不要說水 欸 部長我真的是真心建議喔 你可以 那 那 那我問你齁 現在齁 你說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推出一個口號嘛 對不對 推出一個口號就是說 百萬獎金 對對對 是 第一名叫孩子 是我們最好的傳家老婆 就好像被人家 被人家笑啊 笑說這個是好像醉魚 醉魚的 醉魚的口號 你覺得魚不魚啊 呃 醉魚 醉魚啊 愚笨的愚啊 講說醉魚 並不是講這個口號 是說 當時這個內政部齁 居然會想到賢賞一百萬 對 去徵求一個口號 這個行為很魚的 對 這個網路上有部分的網友 呃 有曾經討論過 這樣 你承認魚不魚 我一向都很承認我的愚笨的 呃 那你說你大隻弱魚啦 沒有也不敢 我是真的愚笨 你要知道齁 得獎這位張小姐住我們台中市啊 是 他得獎啊 他得獎的心裡的感情 感受都很 不開心欸 為什麼他不想生啊 他想出這句話是真心的話 他想出來嘛 一定真心嘛 可是想出來以後 還是不敢生啊 理由之一個 養不起孩子啊 所以現在我們的問題 不是只是住宅問題啊 包括養育教育都很大的問題啊 部長 你這塊工作很難做呢 是 如果說只是在那邊齁 大致弱魚齁 或是說應付啊 再災黨那一套 還是立委的諮詢 我覺得還是不夠 因為齁 可能啊 我知道啊 你內政部 部長這個規劃也不是終身子嘛 是不是 當然不是 有一天也是會回到學校去嘛 對不對 是 所以我是很希望你在內政部部長這段期間喔 真的要立功立德立言啦 要做一些功勞出來啦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的工作業務量很大很大 可是剛剛講治安也來不及講齁 下次再請教好了 我現在緊就社會福利生育 就是說包括住宅問題齁 就是說希望部長在這方面 你有沒有一個政策性的一個宣誓 而不是只是口號啊 像委員報告 真的內政部齁 你就關於兒童局來講 那麼十幾億幾十億的經費 怎麼可能只做口號呢 我們有種種的政策 當然也都希望這些政策 能夠為我們的民眾所善用 那麼剛剛委員所特別提示 就是說如果真的要獎勵提振生育 它涉及到教育的問題 醫療的問題 工作的問題 所以委員這句話 其實就已經知道 不是內政部的事情 我知道啊 當然不是只有內政部的事情 行政院弄一個跨部會來解決這些問題啊 現在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內政部有個人口政策委員會 然後他要處理的問題 包括少子女化的問題 那麼人口政策委員會有跨部會的代表 都有來參加 所以這才會有前一陣子發生的說 對於不應證到底要補助這個事情 有人就在想 欸奇怪 內政部為什麼管這個事情 那就是因為 有人口政策委員會 那衛生署被委員們要求 來做這個報告 所以跟內政部發生了關聯 所以坦白講 確實內政部就是那個 要協調各部會 去規劃人口政策白皮書的部會 那麼在這一點上 我們已經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把未來人口政策該做的事情 沿逆出來 現在抱怨 我們希望行政院如果早一點通過的話 我們可以讓社會各界呢 比較清楚知道 政府在有限的經費之下 打算做哪一些事情 來提振生育 不然這個工作 越來越繁重啊 但是啊 我們的生育率越來越低 你也知道嗎 現在平均好像 預估今年算 可能不到一個人啊 就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生 今年大概還不會 但是去年到1.03 1.03 那今年可能降到 聽說好像是0.9 有可能啦 目前還不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好像台灣幾乎成了全世界最老 可能啊 變成最老的國家 就是說老人化最嚴重了 前陣子是日本嘛 這你知道嗎 好像我們快要跟平日本的紀錄喔 所以部長 我覺得這個責任非常重大 再過10年我們恐怕都列入老年了 再10年我們算不到老人了 老人幾歲啊 65歲 那至少在10年出頭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沒有成為老人之前啊 我要拜託您啊 這相關的這些社會福利也好 然後生育的相關的這些政策 趕快要急早把它擬定 十年 十年數目百年數人 是 其實你這個東西 你現在因為 一擬定 擬定好 這個前人重數後人成量 不然的話 你時間一到匆忙一下 不要說匆忙啦 時間一到要下台的時候 上來的內政部長還是這樣做不好嗎 我們看過太多 我到立法院來八年都看過太多內政部長 我都記不清楚啦 每年都要談這個問題 可是 好像每年都沒辦法解決 不只是沒辦法解決喔 好像都一直在退步喔 這個是我們很用心的地方啦 好不好 部長 那下次再請教您好了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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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